我95年去新疆医院做一種年度的例行檢查 發現到麻糟精瘤很多療療 醫生建議我說如果要更多就要去做核子斷層檢查 那部分是要智慧的 或許也聽醫生的建議去做斷層掃描檢查 檢查出來的結果是有好幾顆肝腫有確定的 後來醫生要我三個月回去追蹤一次 我是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因為我每天這樣生活活動都很正常 也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到了第二年再去做例行檢查的時候 那醫生說你怎麼這麼大膽都沒有回來追蹤 我說沒有感覺不舒服啊 每一年去做例行檢查的時候就那些腫瘤也沒有消失了 也都維持那幾個腫瘤都在那邊 不管它因為對我生活上應該沒有什麼妨礙 就這樣一直到這邊到現在已經快要十年了還是一樣 每個人都有癌細胞 這已是公認的常識 只要有生命就會有癌 而癌從細胞到腫瘤 就像有頭就會有頭髮 頭髮會從黑到白一樣是難以避免的 也是生命過程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白髮既然無需除掉 對癌腫瘤又何必痛下殺手 而且腫瘤切除了又長 長了又切除 如此反覆地重創身體之後 只會讓生命耗損的更快 因此如果要延長生命 就要善待癌腫瘤 而善待癌腫瘤的方式 要落實保健治病支援 從日常飲食、運動、作息以及心情開始調整起 不是用刀割、用藥毒 治到奄奄一息、痛不遇生 總之生命能否延續 與癌腫瘤的有無、大小、多寡及指數無關 而是跟熱能、體力有關 當熱能改善、體力轉加 表示已轉為為安、不向坦途 當熱能將節、體力漸衰 表示已向人生終點站邁進 使自己活得有幹勁、有體力 這樣生命才有保障 感恩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